好 這個中科院很奇怪 說他們有一些儀器 原廠在瑞士 這個雄山飛彈 它的一些設備 結果照理講我壞了 我要送回瑞士去修 結果居然送到山東 山東去維修 所以這個叫做航母殺手 雄山飛彈 它的經尾儀 是Leica 有沒有 照相機很有名的 萊卡照相機 因為萊卡的鏡頭都很棒 萊卡的大廠 是萊卡做的 它是全世界第一家 可以雷射追蹤 3D測量儀的製造商 它是最高階的電子儀 有獨特變焦式的望遠鏡頭 可以準確測量 各個方位的角度 只要0.5就測到了 你變 然後我就追蹤等等 所以國防部大量採購 給砲兵部隊使用 因為砲兵需要 弄了個半天 這個經尾儀送 結果怎麼會送到 中國大陸維修呢 然後中科院就說 放心 放心 資安間的無限密 第一種 我們是自己把它送到 中國維修的 還是我們送回瑞士 瑞士送到中國大陸維修的 是 我們送到瑞 就是我們送給原廠 然後原廠就說 送到中國大陸 它究竟 它的亞洲的維修中心 住在山東 對 以後這種事情怎麼辦 因為為了市場 很多可能比如像BNT原來就 代理商就是上海復興 怎麼辦 你說你都不要 還是要 要是不是要跟原廠講好 對不起 這個東西 只能你修 不能送到哪裡修 反正就違約等等 蘇貞昌說要用最嚴格的標準 來調查 看看到底有沒有洩密 另外說英美是不能用中國貨的 但是中科院它發包網軍總部的監視系統 也是Made in China大陸做的 這種球型的監測儀看到沒有 球型監測儀 這個儀說性能好 但是內部很多零組件 是中國大陸來的 裝設在台北的某個營區外 這個營區的外面 而且是做的網路戰士 是支通電軍的總部 就是我們有網路作戰總部 也有這種部隊 這種部隊在外面 就搞一個大陸制的 別人有擔心 會不會所謂軍情外洩等等 另外還有一個天工飛彈的零件 是在淘寶買的 所以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零件在淘寶買 所以你看這是3 有沒有看到 這是1 2 3 連出3包 到底怎麼回事 來 徐偉 我想中科院真的是螺絲鬆了 或者是說根本就沒有鎖螺絲 我以前在中科院待過一年半 你大學畢業的時候在那邊 我大學畢業當科技醫官 前面一年半在中科院 後面兩年半在 航空發展中心的現在的漢翔 所以你等於4年 科技醫4年 對 這是一年半在飛彈的基地 兩年半在飛機的基地 這是科技醫官 所以其實中科院坦白講 那個時候我覺得 那時候中科院大概有2萬人 我覺得中科院大概刪掉一半的人 事情還可以照做 其實他那個工作是滿鬆散的 當然現在有改善 但是有改善 我們從今年這些除包 包括雄山的除包 包括天工的除包 包括無人機的除包 我想國防部對於中科院 要特別的盯緊一下 就算我們現在在看潛艦國照 其實大家都盯很緊 整個步驟都盯很緊 你今天中科院 我覺得要重新痛定思痛 也就是說中科院 其實你這些部分 當然我們有國防最高科技在這裡 結果你這個防衛的心理還不夠 所以整個就是你看雄山 剛剛乃菁講的 宋西瑞士在轉送 天工像這個是劣質零件 還可以在淘寶買劣質零件 甚至他的無人機等等 所以我就說中科院 我們整體必須要改善 那我們也不負短 該改善就要改善 我們希望執政黨 也要再嚴格要求中科院 在這方面的品質 要把它要求好 沒有 我覺得那個合約 當初設定就是有一些的問題 這個一定要對中科院 要做出很嚴格的一個懲處 你當初我記得兩年前 當我們在用線上教學的時候 全部的老師都已經學會所謂的 room 那個room你沒大肆認為 我們在大學裡面其實最容易的 就他卻因為一些的資安的理由 把這個room完完全全 就是你不能用 我們只能用MS Team 就是Microsoft Team 大家重新要來重新的一個學習 如果你對教學 完全沒有任何跟資安有關 你都要求我們去轉換 你連一個 這麼樣子的國防科技 你說衣服在淘寶網就好 買也就算了 你竟然連零件 也可以在淘寶網買 這完全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說 從合約當中 雖然是用瑞士 把它轉到中國去 可是這個本身 如果你簽過國際合約 你知道就是在國際合約上 你並沒有盯得很緊 為什麼在整個 每個過程當中 這麼嚴格的部分裡面 我覺得中科院責無旁貸 這必須要做出 相關人員的一個很嚴重的 其實資恩提到了 這個中科院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中科院 現在你看美國在所有的高科技半導體等等 跟中國進了那麼多的公司 那也就是說其實中國它本來 它是希望滲透到全世界 所以包括無人機 其實它全世界才是做最大最最多的 那也就是說其實現在中國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我對它就是不信任 那也就是說其實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現在對中國的產品 尤其是高科技產品都不信任 所以我想這個必須就是說 全世界都應該去注意的問題 當然我們中科院我們要 剛剛你說的要嚴格要求 這個我一定同意 但是其實面對中國這些 所有的高科技產品跟千人計畫 這一些滲透的問題 事實上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都應該非常的注意 這個中科院什麼零件在淘寶買 其實今年2月就被爆料 它不是說零件在淘寶 它是說它得標的那個廠商 只買了86個美國原廠貨 給中科院去驗貨 其他的都有大量的去買中國的便宜貨 一個才80塊而已 然後裡面有一些零件 是淘寶上就買得到了 好了 這涉及一件事情 就是中科院你怎麼驗貨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 這一個得標的誠信廠商 它是多年來都有承攬中科院的標案 那只有這個標案 還是多年來中科院的採購人員 跟這一些承攬的業者之間 彼此有爭一隻眼 閉一隻眼的問題 因為中科院研發的都是武器 這裡面的所有每一個零件 每一個機械都應該是有 國防相關安全性的問題 還有機密性的問題 然後可以放任一個這樣不良的業者 一而再再而三的搞出這種事 後來一查不是只有一個標案 它很多零件都這樣搞 所以我們自己武器製造出來的零件 裡面有多少都用了這些瑕疵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去整個測查 而不是說現在檢調發現一個案 媒體報了一個案 檢調就只查這個案 我們到底這些東西 裝了哪一些零件裡面 再來就講到說 這個到底我們原廠的代理山 這個金偉儀是真的有送回德國 瑞士原廠嗎 沒有 我覺得沒有 因為如果瑞士原廠 他覺得說有地理之變的話 我東西都已經寄在瑞士了 我直接修再寄回來不是更快嗎 何必要再寄到這個山東再有山 所以我覺得根本就是 原廠直接就寄到山東去了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飛彈裡面的這樣的零件 它寄到哪裡去修 我們也不管了 而且過了一段時間才被發現 過了一段時間才被發現 所以整個 你說我們一直在增加 我們的軍事預算也好 或者是說國艦國照 或是說我們的軍事武器 希望說可以自製研發 但整個這個研發過程裡面 如果這麼掉漆 甚至這麼多人謀不章的情況底下 最後倒楣的是我們的國防實力 跟我們這一些莫名其妙 被義務役延長的這些年輕人 好不好 潛艦 說9月可以下水了 在7個月以後 因為他現在在焊接他那個船段 一段一段 焊接 所以國安會在釘 說拼9月能夠下水 另外 說為什麼能夠這麼快 因為加班費給了三倍 來鼓勵世界 跟我加班 多給錢等等 另外台船的董事長叫鄭文榮說 船的艦體將近一半 是我們自己完成的 就並不是都是進口的 一半是我們完成的 美麗妳知道這個情況嗎 到時候下水沒問題 潛艦要很安全 我剛剛看到她說拼 9月要下水 我是覺得為什麼要一直這樣拼 我覺得我們知道潛艦 它不是一個在這個 他們希望叫蔡英文任內 對 所以我覺得潛艦這個東西 是要在水下作戰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們的軍事設備 因為大家就是剛剛趙哥講 這是蔡英文她認為 她非常重要的一個計畫 也要成為她非常重要的一個成績 所以不惜用高達三倍的加班費 也好 拼命的趕工也好 去拼9月 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你今天就算是浪費了一些公帑 要去給這個加班費 也就算了 但是你這個拼的結果 到底品質會是怎麼樣 不要像 你看像我們桃園 有很多的重大公共工程 沒事拼 拼什麼 拼要連任之前剪載 要動工 後來出現一大堆的問題 那個公共工程 都可能會危害人命 何況這個是一個軍事設備 我覺得說這樣子拼 其實是會有問題的 但是我回頭講一下 就是剛剛我們在討論的 這個叫做金偉儀 我們就一直在講說 這個事情一發生 我們就在講說 到底有沒有送到瑞士去 送到瑞士去到底怎麼跑到大陸去 大家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可是這中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不管你一開始你是送到瑞士 後來到山東去 我們到底有沒有追蹤 我們到底有沒有掌握 我們有沒有隨行的人員在做聯繫 這個都是不可能發生說 像剛剛我們提到說 後來我們隔離一段時間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螺絲鬆容 這根本就完全我看不到螺絲 再者 我特別提一下 剛剛我們提到的 這個國防重大設施的 這個監控系統 它全名叫做 重要防護營區智慧的監視的 一個設施 這是何等的重要 就是剛剛我們照片上看到 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 那個球型的監視器 這個監視器 現在在剛才我們所謂的 資通電軍的設備 相關的地方 我們都要去設 就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大家知道嗎 其實我們在國軍有明文規定 我們任何的設備 是不可以有來自 這個錄製的設備在的 這個是非常明文的規定的 而我們這個球型的設備 它卻有來自大陸的零組件 我覺得這怎麼把關 我們不太了解 這個部分其實從2019開始起 大概預算整個在6億左右 可是更重要的是在後面 我們在2020到2025年 我們大概還有一個128億 這個就不是只有在我們剛剛說的 所有的地方 所有 大概有100多處 就是海陸空 憲兵 或者是國防大學等等 整個全面的軍事設施 都要用這套設備 如果說這中間都有這個 您所謂的 這個中國的零組件進來 我覺得它就是有相當的 國安的危機或者是風險 所以過去我們一直在說 各方面在抗中 防中 懷疑中 可是你看我們自己做的 卻是這麼鬆散 我覺得中科院不是要檢討而已 我覺得有非常重大的責任在裡面 而且中科院 它一再出現這個狀況了 這個在於中美的軍事合作上面 我覺得會被美國上面 打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 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這個去年的時候 曾經有討論過說說 美國他現在因為擔心 如果台海之間一旦有戰事的話 他沒有辦法像是補給 烏克蘭武器的那個樣子 來給台灣提供武器 所以他有一些的部分 要在台灣這邊來產製 但是如果說我們的生產的系統 以及我們軍方的相關的這些系統 有能力承接武器製造的 相關的單位 他都是呈現一個 像李里拉的一個狀況的話 你知道美國怎麼能夠放心 跟我們產生發展進一步的 有關於這方面的合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 在講說我們潛艦要提早下水 但是我們更應該注意的 就是說大陸 第三艘最先進的航母福艦號 他預備在今年 他就能夠搶先的來服役 他能夠服役之後 他所能夠產生的 整個在台海的 作戰的綜合的效力的話 是我們要高度關注的 薛偉 你覺得將來 這個潛艦有沒有問題 我想其實我們也 不應該那麼沒有信心 比如說我們不管飛機國造也好 或是潛艦國造也好 它大概都有分三個部分的零件 一個大概是綠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自製的 那一部分是黃色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跟國外合作 我們也可以製造出來的 一個部分就是紅色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我們沒有辦法自製 一定要從國外買的 所謂的自製 其實剛像我們台船的自製力 大概有四成 之前我們那個IDF大概有五成 基本上就是說 這五成是我們可以完全自製 其他的五成 可能就是有一些國外合作 或者國外買進來的 我們當然就中科院 我還是有意見沒有錯 就是說剛剛大家提出 你這個螺絲鎖得不緊 該要求還是要求 但是不是說中科院這個螺絲不緊 我們所有的國防科技 我們所有的國艦國造 我們所有的國際國造 通通沒有品質 不是這麼類推的 當然就是說我們的潛艦 潛艦現在其實我們當時 也煩惱說這個紅色的零件的部分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 獲得國際的認同都買得到 現在也證明就是目前已經全部都買進來了 當然就是說 每年提到的就是說 趕工會不會不好 當然趕工我們要特別注意 趕工的品質 如果是為了要在卸任前 趕工出來而影響了品質 當然我們也不願意 如果是你今天可以 按照品質如期如始 甚至提早來完成 這是好事 比如說我再舉個例子 台中歌劇院 在馬英九在下台之前趕著開幕 胡志強下台之前趕著開幕 你知道歌劇院 我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開幕之後 進去裡面看一堆都沒有做好 那個就是趕工之後品質不好 怎麼不講新竹放場場 新竹放場比較近你這個時代 還有桃園的運動中心 所以我就說其實趕工 你還有太多 我們獲得做的要求 趕工的品質不好 都要要求好 不是說民進黨可以 國民黨不行 兩個都不行 那不管趕工的結果是什麼 那時候我就想歌劇院 那時候因為我在教委會 我也在教委會 我說那時候你還沒 那時候你進來了 那時候你應該還沒進來 教委會 歌劇院有 就是歌劇院的時候 那時候你還沒進來 那時候我們就是 他卸任前去 我們後來去看 真的裡面 就是很多都沒有做好 所以趕工如果影響品質 不管國民黨民進黨 我們都不願意 趕工如果有品質 事實上有些工程 也的確是趕工 國劍我是覺得目前看起來 應該還有滿具有水準的 不 基本上就是說 你那個歌劇院趕工 沒什麼了不起 就只是看看也髒髒的 六個水 這樣婉兒如果說有問題 那是很麻煩 那個就跟水下棺材一樣 而且他花好幾千億 搞這東西花了幾千億 那麼多年 你自己不再找到 因為你不再找到